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盘战将 大家回收看超盘战将 我刚刚看到的新闻 电动车10年要拼翻50倍 欧盟将砸800亿欧元要建充电站 800亿欧元耶 哇 好几兆的台币啊 要建充电站 电动车 世界的首富 谁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电动车 电动车 真的是有够贼 好贱 好贱 见不见 可是我一号在跟你讲的时候 你听不下去 我知道 没关系 是我没有办法说服你 是我的努力不够 是我的能力不足 没有关系 我会再接再利 我会想一些 你们可以接受的语言 来去说服你 来跟你做沟通跟交流 因为我常常在讲 分析大盘 大家都会 分析股票 大家都会 每个人都会马后炮 每个人都会事后诸葛亮 重点是 你可不可以提前预告 你可不可以讲未来 你讲的股票 你讲的股票 你讲的标的 我今天 盘中的时候跟很多人在聊天 热线你和我 不是你 热线我和别人 在台港 因为我想打听一下 我想打听 因为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情报 我常常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各位 既然我在里面 我当然要知道最新的情报 因为第一手的情报 才会有第一名的绩效 不好意思 我应该各位讲 技术灭 筹码灭 基本灭 心理灭 怎么样去做一个面面俱到 如何做到面面俱到 这很重要 我不是在呼口袄 不是 因为我很好奇 这阵子的 有没有什么变化 国际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 或者是 有没有其他的变数出现 你们有没有再继续加班 你们春节放几天 我很好奇 因为之前说面板 他们的春节是不休假的 因为我很好奇 真的假的 我再去打听了一下 因为我要知道过完年后 各位 如果这个 是事实的话 如果是属实的话 那过完年后的行情 我只能讲四个字 精彩可奇 精彩可奇 所以 我今天在听到这些 在电话中听到的一些情报 我跟你讲 那个是你在别的节目上 听不到的 也看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找 你没有办法找到的 除非 除非你有人脉 除非你有亲戚好友 亲朋好友 在那个竹科 在一些重要的电子公司上班 那个也许你听得到 其实如果你有经纪朋友 在那些科技公司上班 你就会觉得 我讲的是对的 对不对 我句句属实 我没有骗你 过年后的行情 我知道 这几天 就像今天 上市 上柜 我很清楚 今天的盘在干嘛 各位我跟你讲 第一手的情报 就会有第一名的迹象 你瞒不过我的 你瞒不过我的 我跟你讲 我在讲这支股票之前 我还是要把今天的盘来告诉你 各位 过年后 其实这两天的盘 我跟你讲 多头 很努力 你看那个外资 跟这不是外资 这样看可能看不出来 用这个好了 这阵子外资在卖 这两天 小幅回补一下 各位我跟你讲 现在外资的水位 就好像在一万三千点的这个位置 还有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边 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的话 当对上去 大概是一万一千点的位置 外资 外资现在持股水位 你不好奇外资 真的都不回补台北股市 我不是在挑战外资 也不是跟外资呛瞎啦 我是说 我就是觉得外资的 那个思维有点奇怪 今年的外资很怪 尤其是去年 去年大盘涨了七八千点 结果外资 都没有什么动 它都没有怎么 那个大幅度的变动 所以我觉得去年的外资 我不知道他们的操作的 绩效退步了 还是手法有问题 策略有问题 真的 因为 我不知道外资 他们到底看到了没有啊 外资到底看到了吗 你们看到了没有啊 外资们 连准会说 他的基地政策不会退场 拜登还要继续推 不管是两兆美元 还是几千亿的刺激计划 各位 这都说明一件事情 美国股市后面 会继续涨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数字 我想改 如果我是里面的记者的话 我想把这里面的数字改一下 我要上修 我要增加 我绝对不只到三万五 我个人啊 我个人啊 小弟我 我的见解 我所判断的一些资讯 我认为台道琼指数 今年应该不只有到三万五 应该会再更高 而且高到你 难以想象的数字 你一定会觉得很扯 很怪 但是 各位 你知道吗 已经有人说三月份的疫情 全球的疫情要开始降温了 全球的疫情要开始降温了 搭配 搭配 各位 包括我们台湾也一样啊 我们的景气 你看这个对策讯 所以 你认为过年后的行情会很糟糕吗 我们的外销订单 又创下新高 台经院 上修 2021 台湾的经济前景 看家 这就怪了 你认为我们台北股市 过年后的行情会很差吗 去年是因为有新冠肺炎的疫情 今年呢 应该没有了吧 应该没有了吧 还有什么变数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变数吧 如果这样的话 各位 我跟你讲 这两天 你要开始买股票了 我的建议 这两天 你应该要开始准备买股票了 如果你先前卖很多 我觉得我的建议是 你应该建立几支股票的基本配备 把它当做一个基本持股 因为如果过年后 台股一开高大涨怎么办 难讲 难说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啊 台北股市接下来 我知道今天有些股票涨跟跌都有 这个我讲过了 好不好 这个我又说过了 我不再赘述 我只想告诉你 各位 跟紧 更好 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拿我的资料 我跟你讲 这一支 你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不要问 不要问那么多 我不会跟你讲 他们这样的 不要问那么多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来拿就对了 你来拿就对了 我也要保密 我也要保密 各位啊 大户 大户 你不觉得大户很厉害吗 今年的大户 包括去年的大户 真的 他们操作的股票 真的都很强 真的都很强 其实我有时候想说 奇怪了 老师我不认识大户啊 我不认识大户 我要怎么操作股票呢 你认识我啊 你来拿我的股票不就好了 你来拿我的资料不就好了 前天 我跟你讲这一支 大户得到灵感 我就说你就来拿嘛 你就来拿啊 我没有阻止你啊 我没有限制你啊 我也没有隔绝你啊 隔离你啊 没有啊 你花一块钱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就你的啊 你为什么不来要呢 你在坚持什么呢 你在坚持什么 你告诉我 你要坚持 你要继续看YouTube的影片吗 这阵子的YouTube影片 我看点阅率都下降了 降好多 为什么 因为都害你 害你套牢好多股票 都让你赔了不少股票嘛 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他讲那些题材都不好 没有用啊 都在跌啊 我跟你讲的股票呢 我请你来拿的股票呢 这支股票 主要力量的标股 这支股票 涨停板 2月1号 9点04分 我9点07分 印下来 我给你啊 这叫做标准的SOP 我大部分都是标准的SOP 别人有没有 我不知道 也许人家会秀这个给你看 或是秀这个给你看 我不知道 搞不好只秀K线给你看而已 这我也不清楚 我只想说那天我送给你的时候 我说这支股票你来拿 你来拿 老师这支股票生计股 没兴趣 因为2月2号的时候 当那天大盘涨349 昨天涨那么多的时候 才涨2块钱 老师 开盘在107块 开盘在107块 107 这边107 我没有兴趣啊 这支股票会涨吗 我印下来给你看啊 我印下来给你看啊 各位啊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台湾得到 拿到疫苗了没有 我们拿到辉瑞疫苗了吗 我们拿到Moderna的疫苗了吗 我们拿到AZ疫苗了吗 现在 我说实在的 如果这支股票 会不会成为台湾的救世主 会不会拯救台湾 因为高端疫苗跟Moderna的疫苗 是系出同门 同一个实验室嘛 Moderna疫苗都成功了 你觉得高端疫苗会不会成功 你看这阵子陈时中 装人想的讲法 好像要靠我们台湾的疫苗了 我们台湾的疫苗要开始自立自强了 各位 这支股票 经过整理的时间 今天 你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那天请你打电话进来拿 来拿我的股票 我只知道 你今天 你那天来拿的 你今天 你的股票 亮灯 所一万一千多张 还排队等着要买 这支股票 各位 叫做新亮灯黑马骨 新亮灯黑马骨 什么叫亮灯 这就是亮灯 这就是亮灯 有没有 亮灯 亮灯 六五四七的高端疫苗 亮灯 会不会高端疫苗 台湾唯一能够拿到的疫苗 就是我们自己国产的疫苗 高端疫苗 拯救了我们台湾 两千三百万的生命安全 各位 这支股票 会不会啊 奇怪了 外资这阵子在想什么 涨也买 跌也买 怪了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阵子高端疫苗 在上下整理的时候 慢慢偷偷的在买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打电话进来 我的股票给你 你不知道这些情报 也没有关系 你来拿我的资料就好了 就像当时 我叫你来拿 我叫你来拿 我的资料一样 出现重大变化 每一次的重大变化 每一次的重大变化 我都请你来拿 我都请你来拿 就像今天一样 有重大变化 我也请你来拿 如果你有来拿呢 如果你有来拿呢 这一支股票 导播 这一支股票 上厅办 老师 对啊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我第一时间课题讲啊 我第一时间请打电话来拿啊 我不是叫你去看YouTube的影片啊 我没有拍那些影片啊 我也不是在Facebook上面说 推特那边跟你讲 IG 没有啊 我透过我的节目啊 你就看到我的频道 看到我的节目 对不对 下午4点 晚上10点半 重播的时间 来拿 我就开放啊 来拿 来拿我的资料好不好 各位来拿好不好 来拿的就是你的 来拿就是你的 哦老师你到底知道什么 奇怪 核心到底你知道什么 啊你就 不要问那么多 你就打电话来拿嘛 你就来拿啊 来拿的会变成什么样 来拿的会如何 对不对 打电话你觉得 你嫌 不好意思 你嫌不知道该讲什么 那你就扫描QR Call啊 我也要你扫描我的QR Call啊 你有没有扫这支 各位 你现在在知道什么叫做筹码力量 哇塞 我跟你讲 我不是对这支股票器械投降 不是 我只是对这支股票 赞叹不已 赞叹不已啊 原来如此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上停板 132 今天352 亮灯 老师我还要再 你再给我会亮灯的股票好不好 老师我看到 要灯亮灯了 又亮灯了 我看到天狱也亮灯了 老师还有没有会亮灯的股票 老师我也看到车王店也亮灯了 老师还有没有会亮灯的股票 重点不是在我 在你 你在想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跟我说 你在等待什么 你在怀疑什么 你也可以跟我聊 没有关系 我愿意啊 可是我每次在讲说 我请你打电话来拿 或扫描QR Call 你都迟疑啊 要不然你就迟疑 要不然你想说继续等 各位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天荒地老吗 你到底要等到 我跟你讲的 不要再看了 不要再等了 一直看一直看 看我的节目 看YouTube上 那些分析师 有些分析师 什么专家 拍的影片给大家看 都是事后的 事后诸葛亮 你有种讲未来吗 你有种讲未来 我给你讲 其实我在看他们的 讲的一些股票 会像我的股票这样吗 会像我的股票这样吗 有吗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了 各位啊 这样了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时间 买这支股票 到今天不管你套在哪里 套在这边 套在这边 各位 你今天全部解套间获利 你知道吗 如果你买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 即便哇 两根跌停板 好丑喔 就好像这支股票一样 两根黑K 好丑喔 没有关系 我不介意 我只介意你 各位 你有没有来拿我的资料 你有没有来拿我的股票 天狱 要登 今天 都涨停 都亮灯 天狱 要登 今天 都亮灯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直到礼拜 不是 过年后 过年后 不要到过年后 你现在就做一件事情 什么都不要想 打电话来拿 来电就有 来电 就跟你说 就告诉你 就给你 不收你一毛钱 各位 礼拜一 等一下 礼拜一打电话进来的 是不是这支 是不是这支 全国观众为我做见证 你来拿的 是不是这支 对吧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是不是给你这支股票 是不是高端疫苗 对吧 你来为我做见证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来一天收看 新军节目 打电话进来 拿的 是不是这支 今天 新亮灯 黑马标股 来 我广摇 全国观众 再次为我做见证 当我公开的时候 黄天使 撕开的时候 是不是这支股票 是不是这支股票 涨停板了 是不是这支股票 涨两根停板了 还是三根停板了 你等着看 这支股票 新亮灯 黑马标股 打电话 来拿这支股票 我不设限 没有名额 没有时间限制 来电就有 各位 这支股票 新亮灯 黑马标股 重点是 会亮几个灯 你来拿 以后 你就知道了 打电话 这支股票 送给你 进广告 2021 贵气金牛来报道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网无力 超值专线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 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赔您 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2021 贵气金牛来报道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网无力 超值专线 02 8512 5858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改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各位不要等我公开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哎呦 等等老师开白 我开白 上次我也开这支啊 送你两根黑黑吗 隔天你去买的 哇 洗出好多人 你知道吗 亮灯 亮灯 又亮灯 也是亮灯 老师 老师 下一支是谁 还有没有会亮灯的股票 你可不可以给我新的 会亮灯的 重点是什么 会亮好多个灯的 最好是像以前那个什么台式五灯奖还是六灯奖那一种 那一种灯的 这一支 各位 大户跟天狱要灯赢家都商量好了 跟天狱啦 要灯赢家 商量什么 商量什么 大户呢 又有大户了 可是大户的股票都很强 对啊 大户的股票都很强啊 这支股票 打电话进来 各位无条件给你好好把握住 来电就有 来电送给你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